学渣高考落榜 灵机一动自己创办大学 差点把旁边的百青名校给逼疯了 今天悟空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脑洞喜剧片录取通知 男主巴特是一个标准的学渣 学习一塌糊涂 体育每天逃课 已经快要高中毕业了 投出的八封大学入学的申请信全都被拒绝了 爸妈是一个头两个大 在他们的眼里 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 现在的巴特没用到要去皮鞋匠那做学徒 这身边还有好几个陷入困境的同学 因腿部受伤拿不到奖学金的阿黑 一心小进名牌大学 结果被拒的卷毛 脑子不大灵光的小白等等 当然他身边也不都是学渣 比如这位小胖同学就被著名的哈蒙大学录取了 家长们聚到一块一攀比 巴特的压力更大了 于是他仿照哈蒙大学的校标 设计出了南哈蒙理工学院 然后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份录取通知书 虽然这样一改 学校的英文缩写的简称变成了狗屁 但是管他呢 总比被逼着去当学徒工好啊 接着他找到了成绩好的小胖 让他帮助自己设计了一个校园网站 这样就可以完美的蒙骗过爸妈了 其他几个落榜的学生都很兴奋 立马也要求一份录取通知书 很快网站做好了 爸爸信以为真 一次性给了他一年的学费 可是爸妈实在是太开心了 一定要亲自送他去学校 看看他们大学的风光 这可犯了难了 从哪变出一所学校来呢 一群毫无经验的高中生绞尽脑汁 租了一座位于哈蒙大学附近的废弃精神病院 虽然脏乱破旧 但是场地足够大 用爸爸付的学费 刚好够他们动手装修一番 等到假期结束 已经变得有模有样了 这时爸爸发现学校网站上的教学理论都是废话 为了儿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想要见见学校的院长 跟他好好地谈谈 小胖找到了自己的叔叔 他曾经是哈蒙大学的老师 但是脾气太臭 教学理论与他人不同 被学校给开除了 一腔热血无处撒 听说要重新扮演老师的角色 很快就答应了 卷毛还拉来了很多志愿者充当学生 等到巴特和爸妈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是一个有模有样的学校了 参观完了宿舍 见了学校的校长 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家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巴特终于自由了 可以想干啥就干啥了 可这时却跑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 声称又来这里报道上大学 足足有300人之多 这可如何是好啊 巴特赶紧去找在隔壁哈蒙大学的小胖 他因为身材肥胖在学校里处处受歧视 完全融不到一块 巴特找了半天也没见他 反而碰到了一直暗恋的女神莫妮卡 她已经和这里的学生会主席在一起了 被喂了一把狗粮 还得含泪祝他们幸福 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呀 不过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戈壁马上就被寻中二青年们给拆了 原来她设计的网站实在是太逼真了 而且只要点击申请就能够被录取 于是这些人就开开心心的来了 还交了学费 足足有100万美元之多呀 事情开始越闹越大 巴特只能召开大会 准备跟他们解释清楚 可不能当诈骗犯呢 没想到他们都是无学可尚的人 把南哈蒙理工学院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父母也因此对他们改观 跟自己的情况一模一样 怎么能忍心让他们失望呢 巴特硬着头皮决定 把虚拟学校继续办下去 用他们的学费请他们吃喝玩乐 很显然这些人都不会乖乖听话 学校完全乱了套 当务之急是要学会如何管理学校 了解大学生应该干点啥 可她自己也没上过大学 于是来到哈蒙大学旁听 发现这里的学生每天都很忙碌 选了一大堆的课程 他们却并不喜欢 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学分 女神莫妮卡甚至因为学位限制 都不能学习自己喜欢的摄影课 巴特不想浪费学生的学费 决定让他们做真正喜欢的事情 自己给自己制定课程 于是就出现了木工课 烹饪课 滑板课 服装设计课 唠嗑吹牛课 冥想课 喜欢看妹子小伙伴 更是扎堆开展了美女观赏课 甚至想要学习超能力的同学 也自创了意念课程 各种五花八门的巴特都尽量满足 没有任何的考试和学分的要求 要上什么课 全凭自己的兴趣 还开办了自己的校刊和吉祥物 校园派对和演唱会更是嗨到爆 巴特成了学校最受欢迎的人物 这让暗恋的女神莫妮卡 都对他另眼相看 这时 哈蒙大学为了扩建 准备把周围的废旧房屋全部拆迁 用来建造一个气派的绿地花园 提升学校的名气 派了学生会主席 起来谈判 很快知道了南哈蒙理工学院的事情 展开了调查之后 他们欺骗围堵了小胖 用暴力逼着他说出了实情 为了揭露巴特等人的真面目 他们以学校的名义 向每一个家长发了一封邀请函 他们来参观 当面揭露造假的事情 并把他们告上了法庭 学生们一个个被带回了家 场地也被查封 在他们眼里 不过是一场闹剧的结束 但这的确是巴特这辈子 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他不肯放弃 其他学生也是如此 开审当天 全体学生与巴特共进退 都来到了法庭之上 面对哈蒙大学院长的 百般刁难与鄙夷 他们没有胜算 因为法律上规定 作为一个合格的高校 应当具备的三大要素 设施 课程和教员 他们的设施 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精神病院 没有正规的图书馆和医疗室等 不成各种五花八门 没有任何的学术价值 老师更不用说 根本没有人来为三百多名学生服务 在审判员的一再逼问之下 巴特带着每位同学的责任心 做了义愤填膺的辩论 哈蒙大学 有他一百多年的历史传统 但传统是什么呢 欺压同学 羞辱看不惯的人吗 这就是百强大学 所构造出来的象牙塔吗 他们剥夺了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而南哈蒙 为什么要遵守他们的规则 我们做的是完成每一个学生的梦想 这才是真正的学习 学生就是老师 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互学习 只需要大家有着提高自己的愿望 停止学习 不停止成长 我们就是南哈蒙的主人 于是全场沸腾 起立鼓掌 最后 法官们讨论片刻 他们认为巴特的想法虽然另类 但教育真正的目的 就是激发学生的激情和创造力 在这点上 他们算是成功了 因此 南哈蒙理工学院准许试用一年 全场再一次沸腾 充满超现实主义制度的南哈蒙 就此越办越大 小胖和莫妮卡也加入了这里 没有传统的教程 没有专业的老师 每个人在兴趣与探索中 挖掘出自己的潜能 隔壁的百强名校都快被逼疯了 最后还有一个小彩蛋 一直坚持学习用意念控制万物的同学 竟然炸了隔壁院长的车子 也是够搞笑了 很经典的美式无厘头喜剧了 但给人带来的思考却是无限的 这样的学校离我们很是遥远 离这个社会也很遥远 但似乎又是改变 寻规导具教育模式的一技良方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吧